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候我们在私营的公司做 管理那个员工很多 所以我有时候讲不听的时候 那个脸色很难看 要严格的纠正他 所以大家很怕我 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师兄在半路 有些同一组的 我感觉 这切子出去这么久还没有回来 所以我去看的时候 他就在半路讲话 我指振他 师兄送病例来专心送 不然在半路才在开港 所以不时给他结好缘 师父师兄讲 人一定要给人家讲好话 结好缘 我们来直接做志工 是来削业 不是来造业的 不怕做错 就怕不改过 以前的脾气 我能够改的时候 慢慢人家很喜欢我 对啊 你老婆的办公室 有人愿意不是有你抱 或什么 现在 假如发现了有师兄 那个送病的送很慢 我会问他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我来教师来拜祢你来送 你才休息一下 你今天几岁啊 我今年八十二岁啊 几岁不重要 能够做 能够复苏 一直做到我们不能做为止 所一大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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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点了